多多少錢的獎勵金和他們訓練津貼 那套津貼是怎樣計算的 政府就回應了我 現在秘匯工場是專門給精神漲了 和肢體傷殘的朋友 接受一些就業訓練 幫助他們稍後可以投入市場的一個中途站 在工作裏面他們每日要做八小時 一個星期要做五日 每日會有獎勵金和培訓津貼 可能大家不知道 現在每一日獎勵金是二十六個半 一日 至於訓練津貼就是看他接受了多少工作 每日可以完成一個工作去計算的 政府的數字就是平均每一個學員 每一個月得到的訓練津貼是有八百五十塊 只要將二十六個半乘二十日 就等於五百三十塊 再加上那八百五十塊的訓練津貼平均數 一個月只得一千三百八十塊 這個就是在庇護工場裏面 我們有殘疾人士朋友 他每個月的一些待遇 雖然這個說不上是一個人工 但是這個待遇實在是太令人難受 太令香港丟臉 根本連他們的基本生活 基本到一個可能連交通費 和下午吃飯錢都可能不夠 這個就是現在的情況 值得關注的是 當我們說中環過往二十二年都沒有檢討 但是原來這個訓練津貼 對不起 但是原來這個所謂的奬勵金 是四十五年都沒有檢討 它是一九七四年定立到現在 這個formula 一九七四年定立到現在都沒有檢討過 四十五年都沒有檢討過 究竟這個奬勵金是否有奬勵作用 還是是一種諷刺 還是是一種標籤呢 這個真的很值得我們要求 社會福利署盡快要檢討一下 這個奬勵金 究竟在獎勵中誰 究竟是嘲笑還是獎勵 另一方面我也留意到 因為我在去年的暑假 在九月初 九月四日 九月七日 九月十二日 我分別走訪過三間的庇護工場 我留意到庇護工場的模式 其實是缺乏了一個復康的元素 除了不斷全日在做事之外 其實應該要加強 好像他所說的一些社交的訓練 一些情緒的輔導 一些感官的刺激的訓練 這些才是真的有的一些復康元素 所以我見到 今年的司令報告有輕輕提過 就說是會 研究一下 怎樣去研究一下現在的工場的模式 我覺得這個研究 一定是要針對性地 處理著那個奬勵金的問題 和他那個復康元素的問題 政府就不要再用這個 RPP 用這個 香港復康計劃方案 作為一個推堂的理由 就說這個方案正在進行中 所以就 現在不做了 但是勞福局局長說得很清楚 他經常都說 見到有問題就立刻做 什麼時候見到什麼時候做 有些事情要做的話 就不需要等到那個檢討員完整做的 我希望這句話就誠他貴言 盡快就為了這幫弱勢社群 在庇護工場裡面工作的一齊人士 還一個公道 給他多一點的尊嚴 我一會兒再給他一些英文的 好嗎 一會兒 謝謝 我先按鍵 待會兒再給他一些英文 謝謝 謝謝